各位媒体朋友们,大家大家好,欢迎出席国务院级来看,我们看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两年平均增速是比... 初步核算,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,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2.7%,比一季度回落5.6个百分点,两年平均增长5.3%, 比...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.3个百分点,分季度看,一季度同比增长18.3%,两年平均增长5%,二季度增长7.9%,两年平均增长5.5% 上半年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1904亿元,同比增长23%,两年平均增长4.4%, 比一季度加快0.2个百分点,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13.9%,两年平均增长4.6% 6月份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86亿元,同比增长12.1%,两年平均增长4.9%,环比增长0.7% 上半年,外贸形势总体不错,那么展望下半年的话,我想要关注到两个方面的因素吧,第一方面,目前全球的疫情走势仍然是错综复杂的,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压力仍然比较大,那么外部环境不稳定,不确定的因素是比较多的, 这个会对我们的外贸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,但是另外一方面,海外的需求目前是处于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,那么国内需求呢,也在继续的回升